職業教練 職業教練 再用力 再用力 再進去跑 雙腳一蹬 瞬間成了空中小飛人 準備 成功 從小飛人 一萬無忌的大海就在腳底下 暑在旺季 無論是大朋友 小朋友 都來體驗飛行傘 有時候飛的時候會遇到亂流 亂流的話我們的傘 它就會變形 變形的話就是要想辦法 讓它恢復 如果是太重的話 有可能就會起飛失敗 太輕的話 可能就找不到 跟它配合的傘 起飛前 也就是俗稱地上鬥牛 是最難一部分 由於是傘 對著人飛 一切全靠風向 但要成為教練 帶人翱翔並不容易 光全套裝備就要15萬 還得考取證照 直到領到最高階的P5 拿到業餘雙恩傘執照後 才能再跟體育署 考職業教練 所以能夠載客的教練 都擁有7張證照 最快也得花上3年時間 有些人沒有證照 甚至包括他會飛了 他去買一套裝備 他私下會去飛 那是我們都不知道的 國內不賣他 現在資訊很發達 他可以從國外直接訂 然後不適合的時候 有些老闆會強制你 會很勉強你去飛 以前沒有法 現在有法 也有單位在管 碰上旺季 業者透露一天接過 最多是30組客人 教練月薪也水漲船高 十萬起跳 但當專業教練並非易士 就有不肖人士為了賺錢 租借證照 甚至無照偷載客 無疑破壞了飛行散運動 也罔顧民眾 跟自己的生命安全 三軍荷蒙蟲加狠 依然草蟲